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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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很早 今天给我们一起来看看 昨天第十几二十八十 那个太辛苦 不可以太灵魂了 你不用怕他们 只有那种生活和灵魂都没在地狱里面的 就要怕他们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怕 是在阿东犯罪之后 上帝好话他说 你在大陆 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怕 可见怕的来源是多 大部分人怕的事情 在其他人我们中来看 不一定是真的舒适 并且有点想起来 是非常可笑的 无论一个人 他是如何有钱 如何有地位 总是有一些事情 让他烦恼 怕惹 大概就是人的痛悲 烦恼 怕惹 担心的痛度没受伤 而有些孙子是对着没顺候 相对的结果 有人怕着火车 因为有人怕惹 有人怕惹 有人怕惹惹 但是我没有听过有人说 他怕落火车的时候 没人来讲 听到有些孙子很可笑 怎么跟你说声笑 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孙子就是这样 比如说明天来说 我的争计才有很多人都会感到他 他突然落火车的时候 希望他的粉 我可以来集中来接他 但是他落车的时候 不一定看到有人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所烦恼的事情 不一定是我们所烦恼的 有些孙子我们会认为 这有什么好烦恼 只有我们自己在中间的时候 才能知道 怕是人的弱点 有些孙子让人 掉在一个在到死的地步 甚至落到在传统的中间 我们人生的中间 像我老子一样会怕惹 有人怕惹 怕破碑 怕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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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死 怕胖 怕惹 怕口气 怕失业 怕失败 怕失败 怕黄断 怕人看不起 怕人把我们踢球 怕让人鼓转 有当时我们才看到人生的中间会遇到 怕事实在是有够多了 但是现在有当时我们的回头在想的时候 这敢在我们在怕吗 亚索跟我们说 那个太辛苦的 不能太灵魂 我们应该怕的 是那个一种我们的生父和令人都放在地界里面 所以 求助放弹到我们 可以知道 我们的人生的来人 外国上帝 特别不怕的 我们来记得 各位兄弟我感谢你 通过亚索基督 让我们有应兴的愿望 让我们知道 我可得到他 可以贏过在地面中所有的环境 让我们在大风大火中 因为他的动作 我们就在你平静安稳 募求你尚逊给我每一位 继续托先的一片 感谢你 向余索基督形得 俩名的基督 ाmen relatives 董哥 所以预 Guns